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好看的卡通可以让孩子们一起短暂的时间来共享 那我们也感谢社会处跟重发处都有协助 在这过程中也都有志工姐妹陪同 亲子电影院开幕谢国良带领小朋友一起开箱 室内温馨的布置还有懒人沙发 让小朋友紧盯着一幕观看卡通动漫影片 大概几年前我就有拜访过新加坡张仪机场 那张仪机场当然是全世界一个很有名的机场 但是它有一个电影的放映是给转机的民众来可以使用 那当然它的目的不是要让它的民众看完整部电影 而是希望他们可以短暂的消磨一点时间这样 那我就有想到就是 而且它也是一样有一个志工在门口协助 那我就想到说这个基隆的父母们 其实基隆就是我们一直要打造的就是让父母带的孩子 觉得这个地方舒适友善方便这样子 所以不只让路口比较安全 爸妈带了孩子过来 如果他要忙一些事 暂时把孩子们放着 办完事再带回家 孩子们在这段时间也很开心不会吵闹 市政府整合了局处资源 将原本一楼的市民接待室改造成亲子电影院 未来配合市政府办公时间 让陪同家长来市府办公的小朋友有个休息场所 市政府也将派专门志工陪伴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庆祝父亲节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表扬各区所选出来的模范父亲 总计八人获奖 也感谢全天下父亲为家庭社会的付出 那未来我们也期许在您的过去的努力之下 变成一个社会的正面力量 未来市府也会教育更多的孩子们 更多的家庭 希望在座未来所有的基隆的孩子 跟家庭都能够跟在座的各位爸爸一样 享受父亲的父爱跟好人好事所带来里林正面的正向意义 其中代表安乐区的模范父亲沈一传 现年74岁育有三女一子 从担任里长出身 一路担任过世界议员 虽然已经退休 但持续服务民众 更把重任交办给市议员林佩祥 希望能够延续他的服务精神 过去我都是在帮给别人 今天很荣幸的能够坐在这边 让人家来表扬我真的感到荣幸 但是我也感谢我的家人来参与 但是我也感谢林佩祥副团队的同仁 都来参与这个欢度一个快乐的日子 我们是基层选出来的 我们是一般人选出来的 那随时都要把这份工时的工作做好 随时都要有服务的精神 然后这是个27天24小时的工作 除了表扬八位模范父亲 市长谢国良亲自表扬各区 好人好事代表 除了预祝全天下父亲 父亲节快乐之外 也肯定获奖者热善好施 安定社会的精神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开球仪式 祝福这个信义有爱 三对三篮球赛与亲子投篮赛顺利举行 场上的焦点就是台湾重量级的篮球明星林智杰 另外还有基隆出身的篮球名将李启义 直篮教练复名人 林冠伦 周俊雄等人 纷纷来为这个信义有爱三对三篮球亲子赛来加油打气 呼吁大家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而直篮明星教练跟在地校长陈建文 与里长王伯丽组成的表演赛 让现场加油声不断 掌声欢声雷动 非常感谢我们市长的大力支持 还有要感谢我们金融市妇女会 还有里长连移会 还有小米姑 小米姑参访 还有我们深美国小 那最感谢的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顾名人 我们的这个前台匹的总教练 我们谢谢你 还有我们少知英雄 好适合我们宜然复兴国中 也是我们这个红国的教练 还有李奇 我们易龙的教练 好帅喔 还有我们林志杰 忍不住要尖叫声化声小迷妹 我们林志杰 也是我们现在我们富邦的一个最棒MVP 带领富邦三冠王 谢谢 还有我们林冠伦 还有他就是我们新竹工程师教练 哇 这五个真的是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我们基隆 来到我们深美国小 为我们大家来加油 其实有很多像放弃的阶段 然后都是 傅老师就是一路把我就是带着 然后给我很多一些很正面的 呃 观点跟思想吧 在篮球路上就是随时遇到什么困难 都回想以前的初衷 然后保持热爱 然后对篮球的渴望 然后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训练 然后知道自己缺失什么 或者是说跟别人多去学啦 然后看人家的好 然后去学习人家的好 然后把自己人家的好 把它吸收为自己 然后去磨练自己 然后提升自己 我们何淑平何议员跟 呃我们的这几位议员 都为了这一场球赛 费心费力 啊我们是不是掌声给他那个鼓励好不好 真的很想把信义区 把深奥坑 透过篮球弄得更健康 那果粮呢 其实长期以来也很重视 室内风雨的空间 未来我们也会努力 打造更多这一类的环境 让我们的学生们 可以在全天后都能够打球 然后能够有一些健康的活动 最后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也谢谢我们各位国手跟教练 今天能够造访 跟回来基隆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主办这项活动的市议员何淑平 也跟信义区区长吴小慧 一起下场进行表演赛 呼吁大家多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也增进亲子之间的情谊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悠悠家族和碰碰湖 鲨鱼宝宝一出场唱唱跳跳 台下每位小朋友好开心 化身为小粉丝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在座位上跟着舞动双手 这场一起跳一起唱的活动 由基隆市税务局 结合悠悠家族举办 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 来推广云端发票 深受大小朋友喜欢 宣导活动相当成功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到现场 与所有的亲子同乐 一起拍大合照 你们喜欢泡泡沫湖吗 喜欢 那你们喜欢柳蒂哥哥吗 喜欢 所以今天小孩爸爸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跟大家一起来开心 跟大家一起同乐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 都来基隆 跟我们一起快快乐了 过个周末 我们以后继续办这样的活动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活动是有邀请到 东森悠悠台的大哥哥大姐姐 那还有泵泵湖的大玩偶 让大家合照 那来的小朋友都非常高兴 可以领蜡笔涂鸦 那还有神秘小礼物 小朋友都很开心 就是节能减碳 结合云端发票 就是财政部的统一发票 云端发票的宣导 让小朋友从小扎根 活动中悠悠家族也穿插 有奖珍达送小礼物与小朋友互动 透过轻松活泼的方式进行租税宣导 让参加的民众印象深刻 也让每位亲子朋友们 一起共度了欢乐时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总共31席市议员 各党派市议员经过八个多月来的入党和退党 分分合合以及风波 民进党维持原有的12席议员 国民党同样也维持在12席议员 而跨党派政团联盟延续上一届市议会再次成立 由七位五党籍以及亲民党籍议员共同组成 仍然由五党籍市议员张耿辉担任召集人 张耿辉强调联盟在监督市政上没有所谓的底线 采取议题合作可以跟其他政党结盟 也成为在基隆市议会可以左右蓝绿的关键力量 政党跨党派最主要是没有支持某个党的倾向 最重要的是以监督市政为主 认为对的我们就是坚持到底 更没有踩到底线 或许在党派的话他们可能会怕踩到底线 然后该讲的也不敢讲 不该讲的也不敢讲 所以这就是容易受到限制 那我们跨党派政党联盟没有这个限制 最主要还是以民为依规 只要为民为地方的建设 我们没有踩到底线的限制 所以说我们日后除了当然 严加的监督市政之外 然后在议题上我们也可以结盟 重点是这些 目前跨党派政团联盟有五党籍市议员 张耿辉 张芳丽 林敏勋 陈冠宇 陈明健 以及亲民党籍的副议长杨秀玉 和刚从国民党退党的市议员员 吕美玲加入 召集人张耿辉表示 有张芳丽和吕美玲两位资深市议员的加入 都将让跨党派政团联盟在问政和监督上 更有力量更周全 党派政团联盟有七位议员成员 我希望在这个会期的话 要针对我们地方上的 还是各区的一些建设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监督的立场 两位的资深的议员加入我们的跨党派联盟 我相信依他们的问政经验监督的经验 应该对我们跨党派的整个运作的话 会更加的周详 基隆市议会方面指出 目前市议会总共有三十一席市议员 必须要有五分之一的议员人数 也就是七席市议员 才能组成跨党派政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市 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落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活动官网 她是我专属的变形金刚 有了她上山下海都不怕 当我难过伤心的时候 她是我的最佳听众陪我说说话 她是我的Superhero 我最爱的爸爸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 愿意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還有還有 仇职方便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行政院长陈建仁拿起话筒 惊喜发现里面传来作者的声音 这是亲子天下在松山文创园区 举办的Open图书馆特展 携手十五组海内外同书作者与会者 以及五组人气同书角色 包括怪捷佐罗利 动物警探达克比 小火龙兄妹以及小行星乐乐等 打造一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奇幻空间 也呈现亲子天下15年来 致力支持本土同书创作的成果 每一年的出版物里面 50%的作品要来自我们在地的作者跟作品 那我们也同时希望能够帮助过往 在资源上相对弱势的本土创作领域里面 我们希望花费更多的力气跟资源 能够让台湾的创作者 被更多的大小读者们看见 被更多的人喜爱 那因为这样的初衷 累积了18年的资源 带来我们丰沛的IT 600个品項全版权的运营 曾以共同作者身份出版过同书 小大人的工位素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对同书作者将艰深的流行病学知识 但是同书画相当佩服 是一个大学学者 能够有荣幸 而且很喜悦的 能够跟我们的同书作者一起来做 我看完了他们的创作以后 我觉得说 哇我要跟他们学习的很多 这个很艰深的知识 透过他们的转写 然后呢透过他们的这个绘图呢 竟然都能够很了解 我回去很多的朋友 都买了我的书以后呢 他们就说 诶 这个陈老师 这个东西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亲子共读 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找 有多少根拐杖 打破以往静态展示 及单向阅读的方式 Open图书馆特展 除了有与作者互动的区域外 更把同书角色及故事内容立体化 让大小朋友亲身体验 作者形素的想象世界 在这里面你可以进到 达克比的世界里面 仿佛吃了缩小糖一般 在这里面有巨大的充气的草丛 所以你可以在草丛里面穿梭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那当然呢 还有在我们小年龄段 小朋友最喜欢的乐乐的展区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享受 就是台语剧场的演播 同时呢 也可以在这边进行绘画的创作 当然啊 如果你胆子很大 非常有勇气的话 我们里面呢 也有鬼屋的场景 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探索 所以小朋友进到鬼屋的场景 我们的小火龙的恐怖学员里面呢 你可以去翻找一下 在可能里面有角落 或者是在时钟里 或在抽特里面呢 会有鬼怪直接跳出来 挑战大家的勇气 那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大小朋友 都可以在这里面 找到童心 然后找到象象力 像进入达克比展区 就好像被缩小灯照到一样 巨大的草丛 及各式昆虫处处充满惊喜 作者胡妙芬也分享 为什么以鸭嘴兽 创作出达克比警探 这个备受小朋友喜爱的童书角色 因为我需要一个可以上山下海到处去办案的动物警探 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搜寻我的脑袋里面 有什么动物可以符合这样的条件 而且又非常的可爱 那就是鸭嘴兽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达克比警探的角色 乐乐展区则是有台语剧场及蜡笔彩绘 亲子天下将台语与童书结合的做法 也获得行政院长陈建仁大力赞许 陈建仁表示 阅读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童书则是小朋友实现梦想最好的开始 Open图书馆特展将让大小朋友打开感官想象 享受创造力的无限自由 这项特展从即日期展出到8月27号为止 欢迎亲子在暑假期间一起来场难忘的冒险旅程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基隆二姓高中四名学生发挥创意 以斗趣的画风 将三成为符合上市标准的丑书果 重塑六款形象 我们帮这六款书果营造新的面貌 有臃肿的番茄 或者是长得很像双胞胎的草莓 设计延伸的加工产品包装 近日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 食材的盛茄盛 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得过IF的学生设计奖了 他们就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再去把我们的专题制作 在最后的五月到六月的期间 我们密集的去将作品再度优化 然后重新的增加更专业的美感 然后很荣幸的在德国红点呢 就是拿到了这个红点奖 学生更发挥创意 利用植物的益栽种信 设计了两款可种植的商品 有独立的种植组 另外还有跟茶饮组合的包装设计组 我们还有额外推出盆栽组 就是当我们这个盆栽拿出来之后 我们还有附这个使用说明书 把使用说明书打开之后 就可以发现说我要怎么种植 我要什么时候浇水 我要隔几天要加一次施肥 二性广色科 这次由陈良慧老师指导的四位学生的作品 很荣幸能够拿到德国红点奖 也入围了德国的IF 这是我们学生的作品第一次双料获奖 那么二性高中常年来我们鼓励培养学生的国际移动力 希望尤其是基隆孩子的设计力创造力 能够让外界能够看到 也能够鼓励基隆的学子以后 能够在地就近的入学来培养 这是我们常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这次的作品也入围了2023IF学生设计奖 得到国际双重认证的肯定 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小朋友开心的操控小小模型机 不管上上下下左右平移都能够操控自如 以前无人机都是在游戏上面玩 然后现在就真的在游戏世界上面玩到 比较难掌握方向 就像现在外面有风 然后里面有冷气 然后这样吹它就可能就飞到 不是我想要飞的地方 就感觉这个可以组装 因为我喜欢组装 鼠琴音队白白总 从佑影艺科技大学和市政府教育处合作 开办无人机夏令营 20多个名额才开放报名 立刻秒杀 首先第一个阶段的话 是让孩子去组装这一个无人机 然后之后呢 也藉由艺术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把自己所组装的无人机 去做一个彩绘 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把孩子们所组装的这无人机 实际来到这个礼堂 让他们去实际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然后透过这无人机的去操控 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在空中翱翔的那一个感觉 450了 哇还有400多了 加油加油 从佑科大打造无人机产业 前来专业的试制传授 吸引了各国小学生报名参加 课程从基础的飞行人里 这两天的课程里面 其实他们增加了实作 还有逻辑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透过这样帮学生进行分组 好分组之后 学生其实每一堂课程结束之后 他们也很愿意就是我们看到 国小基隆在地学生可以上台分享 告诉其他同学说 我从中间学习到了什么 那我们想从包括小二小三的学生 那他可以很有逻辑 甚至告诉我们说 老师我很喜欢无人机 那无人机中间我学习到了 怎么组装怎么彩绘 那他可以很清楚表达他的时序 我觉得非常好 无人机是推动科学教育的最佳工具之一 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探索精神 其实要上手一点都不困难 小朋友这个年纪 其实他们学习能力是最高的 对那学习效率也是最好的 那就是在这个年纪呢 大家会觉得说空拍机 就是要大人 要大人才可以去学 其实并不是 小朋友呢 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训练自己 然后因为他们的灵活度也会比较高 对 因为他们的灵活度比较高 学力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去训练是最好的 无人机夏琳 透过游戏和主题活动 学习空拍机的基本 和花式飞控技术 让孩子们亲自体验 驾驭无人机的飞行乐趣 记者王少明基隆报导 离基隆雨最近的地方在哪呢 答案是和平岛 战胜雷达站感受山海魅力 也感受废弃雷达站的新生命力 真的是进到难怪以前 那个日本人会说 和平岛是大基隆雨 基隆雨是小基隆雨 在坚持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业者经营下 赋予雷达站多元功能 可以是休憩的午茶店 也可以是团体开会研讨的据点 楼上的景观平台 也能办理聚会 最酷的是善用外来生物种 创作美食艺术 大花咸蜂草 它过去是因为 它一年四季都会开花 所以它被引进来台湾养蜂 后来它才是太强劲了 所以后来台湾到处都有 我们就把它加到甜点里面 然后让大家就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 来减少外来入侵种的植物 这个水果茶味道 觉得是我喜欢的 有点酸 但是不会太酸 雷达站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厨艺后以新面貌出现 让曾经在这里服务过的民众 不远千里寻来 以前待过的东部的所有的雷达站 能保存下来 甚至能做成文创的 只有这里了 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以前我们的作业室 今天从一人去摩托车来 坐在户外的雅座空间 可聆听蟲鸣鸟叫 还可以拍下无敌海景 或许还有机会跟松鼠合照呢 我们发现这边有一种 台湾特有种鸟类 叫台湾竹鸡 它就住在这边一家人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个地方该要被保育下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傍晚的时候 还会听到他们在 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叫 这家店都是用环境永续的 很赞同 以环境永续为主轴 要将最好的生态与美景 展现给登梯而来的民众 从饮食 旅游环境减碳 朝永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京影片争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落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讨讨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送回来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求职房片 请注意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